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经常去 但没有去楼州的口感和味道 所以要试一试 虽然轻轻轻轻轻轻轻 珠江新城近一点 但五号线或五号线 我们的视频说是最正宗的牛肉 或是小伙伴告诉我们 正宗的牛肉 正宗的牛肉 他不是28-30多元一份 一份一份一份 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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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价格都是同意的 对 混搭混搭的 混搭统一份 你们的牛是什么牛 是黄牛还是? 我们的牛是黄牛 柳州的口味是吗? 我们的柳州的口味 是黄牛脆口的 还有牛肉 牛骨髓 胸口腊 牛蛋呢? 这个好玩意哦 女的是美容养员 男的是生蒙活虎 切一点 1155 选完肉 这边点窩底 那边点菜 竹粉面饭 这边是不是下锅底? 鸳鸯锅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外面都是麻辣的 柳州的酸辣 酸辣的汤 对 里面也有螺丝的 对 柳州特色 是现在买单吗? 不用吃完再买 吃完再买 拿这个一下 有州人吗? 你是有州人吗? 对啊 这个口味怎么样? 好吃 跟我们家乡的味道差不多 特别是这个啤酒 一定要收喝两杯 就是好像广州很少 这种风味是吧? 我是建的第一家 这是第一家? 对 第一家 老家屋有没有很多呢? 满大街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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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底和酱料 汤底很像 对 它做得非常正宗 正宗 食材新鲜 酱料 汤 食材 三者不可或缺 这个我们是从柳州那边 运营过来的 这个酸爽啊 很酸爽啊 很棒 我这一盒给你 我告诉你 这种酱料 嗅一嗅 你已经流口水了 这边我们叫鸳鸯 清汤 骨汤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说的 今天主角就是酸汤 这边有姜 辣椒 还有蕃茄 还有螺 这个 反而是没有 纽州螺丝粉 那种酸酥味 那么浓 哇 是那种味道 酸酸的 辣辣的 这个是牛肉 好 所有食材看上去都是新鲜的 没有醃过 没有甜过的味道 因为如果是煮到汤底的话 我想你醃多少味 都好像没有什么肉 尝一口 没有味道 好 点一下这些 柳州秘製的酱汁 应该很开胃 好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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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刺激 一定要点这些汁 酸甜 新辣 舒服 如果这样凶口吃 就 食物本身的鲜味是有的 快点要继续吃 好刺激 吃不同的食材 不要管 哎呀 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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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酱油甜的味道 再加辣椒的辛辣味道 我觉得这个会有特色点 其实它们的几样东西 是一个完整的 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感觉 吃菜牛肠 酸汤底的火锅 再加上酱汁 加上所有东西 才会爽口刺激 你如果试试了 你试试了 这就是广州的牛腩火锅 那种无汁的火锅 试试了潮汕火锅 试试了顺德的水牛火锅 可以试试 这是一个新的感受 其实很难得 首先是他们的自作方式 按照他们所说的 在柳州已经是二十多年了 点完 下锅底再加些菜 这就是华空 当然要试试 一口汤底 有什么感觉 再加一点酱汁 但是它的酱汁是 它的材料是有趣的 你回想起来 有时候我们去广西 其实是好吃的 有时候我们去广西 坐这么远高铁 就是吃不同的风味 现在我们坐十多个地铁站 过来这一边 可以吃到很接近广西的风味 其实想想一下 都可以了 柳州的朋友告诉他们 你们当地的牛杂火锅是什么样的 口味可以说是很新奇的 当然包括他们的食材 他们的汤底 他们的酱料 这三样东西加起来是很整体的 就是脚在北海的感觉 我们今晚吃了很多东西了 296元 四个男人的份量很饱 而且问回柳州的朋友 在广州也很难找到 这么接近当地口味的东西 市区坐地铁五号线 过来这里 出了大沙地站 大概走五分钟左右就到了 其实一点也不算远 相比我们要坐高铁 去到广西去吃当地特色的东西 坐地铁过来 我想都算是值得的 各位过来一定要试他们的酱料 一定要试他们的酱料 你们看什么 不同的平台 有什么关注 下次更新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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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